大家好,这里是无知学徒 语定之一14.2版本天使技能迎来了重作 之前版本天使的攻速不能转换成技能频率 但本身又有攻击附带伤害 这样的设计就很矛盾 就是做攻速吧,对技能没用 做法强吧,放弃了天使的普攻负伤 这个版本天使技能不会说难挑了 攻速越快,技能也能多次释放 整体实力提升了不少 这期视频就来讲一下新科研出的成果 六秘术天使概论 这套阵容比传统的超奋天使转武杀 比起来,优势是更稳定,下限更高 阵容全二,加上三星天使就能吃分 人行快,索学能力强 人在六人口玩很久,不需要很糊 但是劣势是上限不足,很难吃鸡 这套阵容分段越低越牛 我带大师100左右的分段 硬玩八把能够前二 前分局硬玩就拿了很多三到五名 阵容变化不多 地牌的时间也比较早 所以很适合新手 如果你是一名在钻石分段徘徊 想要冲大师的玩家 非常适合学习这套阵容 高手的话就当做一个阵容储备 用来处理烂局也是很不错的 阵容方面 足体框架是六秘术搭配天使和佛爷哥 阵容六人口地牌,七人口大成 如果是秘术天选就不要魁伤提,带佛爷 刀锋天选,七人口不要三刀锋开六秘术 五杀天选,七人口也不要佛爷开六秘术 羁绊的优先级是六秘术最大 其次是三五杀,最后是三刀锋可有可无 所以从羁绊上讲,秘术天选很舒服 但是秘术盖伦和秘术铁囊会导致天使不好删 毕竟一张天选等于三张牌嘛 不拿天使天选,三刑的就很慢 中期不能连胜,后期就不好吃分 这个阵容,天使三就能吃分了 盖伦只是锦上天花,冲第二名第三名的 毕竟是一个独二费的阵容 上限不够,就得快速三 保血量和给别人压力 所以即便是天使的凹风天选 不好,但也得拿 天使的天选是第一优先级 其次是盖伦的秘术,最后是铁南的秘术 盖伦比铁南好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盖伦好追三 铁南拿的人多 六人口追铁南的概率很低 并且天选也很难出 而追盖伦就很容易 当然,三星铁南实力肯定是要比三星盖伦要强的 所以如果运气好的话 六人口除了铁南秘术天选还是得拿 六秘术加二星天使 在装备三阶段也能连胜 拿了铁南天选 就连胜去七人口 然后在地牌顺便追三星铁南 也是可以的 这种方面就讲这么多 讲一下装备 阵容最重要的天使 刚需双羊刀 这样导致如果你开局没有攻速或者大棒 基本是玩不了了 在三阶段 你至少保证天使有一个羊刀 所以如果是牌很顺 但是装备不好的局 可以先用三超粉 搭配天使天选 度过三阶段 狼再给你补出羊刀就还好 其次重要的装备 是盖伦的救赎和天使的第三件科技枪 没有多余的大棒了 科技枪也可以换成任意的输输装 都还凑合 由于天使是在破魔抗 所以不需要电刀和离子 这一套这种也比较克制拔刀阵容 所以有重伤最好 没有其实也不强求 剩余可以选用的装备 盖伦的雪手 泰坦狂土 铁南的勉卫 银雪泰坦 总之装备就是双羊刀最重要 肉装不合抗性装就行了 海克斯方面 彩色局少玩秘术天使 别人的上限太高了 推荐秘术类的强化 比如司法集市防御 殉道者 赚大发 木之铭 铜切莲之 吸血习性等 这种能给秘术增加血量的 剩余需要注意的强力海克斯 就是重量级人物和天选铁南时的天涯罗比林 最后还需要注意 炒粉的主打一个虫粉和大刀不能倒 大刀不能倒 奥拉夫多就赌奥拉夫 6豆子搭配天使 但这么玩主要思路是优先奥拉夫 天使优先级降低 如果是奥拉夫不赌 那么就用秘术天使的思路 把6个豆子看成6个秘术就行 不过前排天选 就只推荐涉体的豆子天选 然后地排的时间 延后尽量6人口小地 然后7人口大地 大刀不能倒的过渡能力很强 上7人口地不是难事 独打一个虫粉 独天使 只能4天使天选 然后可以额外追一个纳尔 节奏又好 实力特别强 顺的话可以上8上9 玩高5杀 不顺可以考虑6人口双追 2费3心 可进可退 这种节奏方面 前期连胜连败都可 有扬刀挺容易连胜的 连败的话不能空城 就不F白烂过渡 打到石头人看情况 经济不好 就要5人口抽一个天选 然后再上6 慢低 条件允许就6人口再启动 启动的时候 天使至少要一把羊刀 经济很烂的局 一定要天使天选 直接三星天使 然后上人口比较好 血量危险的局 拿秘书天选 先6秘书稳住比较好 天使3了之后 就上7人口 这时候是强势期 展前地盖轮或者铁蓝 展前上8人口我觉得不是很必要 上8的提升是情侣 8人口不一定有2型情侣 你也不一定能补出情侣的装备 不如追铁蓝 盖轮 把节奏打紧凑一点 6秘书的上限是很低的 要给压力 而不是跟别人拼上限 顺便提一下 我这套6秘的玩法 其实是天使不那么糊的情况的玩法 或者说是一种硬玩的攻势玩法 如果你天使很糊 二阶段天选 然后又瓢几张的话 你可以直接拼草粉 然后快速三星上人口 然后去玩五杀 这样的上限会高很多 上位方面没有特别的 前排站第一排 一致排开 天使站最后一排中间就行 6秘书天使 是不怎么怕 EZ死格这种能直接打后排的 因为 秘书提供的抗性 不会让你被秒 吸血就能吸起来 只有打阿卡丽死格的时候 可能会被两个人 技能一起打死 而这个阵容没有第二个后排 不好防阿卡丽 只能是在阿卡丽站边角的时候 把天使放在倒数第二排的中间 这样的话 阿卡丽就可能从前排左边 直接飞到前排右边这样